台語歌壇大姐大陳英傑 成以這首《海海人生走紅》 後來也唱紅不少台語金曲 卻因為教唆偽造本票 向友人借款 遭到最高法院 判處三年兩個月有期徒刑 虛弱欲服刑 有沒有教唆大姐偽造小妹的簽名 沒有 二零一七年低調到北院開庭 還不認罪 強調自己沒有偽造簽名 早在二零一年陳英傑被控向邱信友人 商界兩百八十萬 友人希望能友人共同作寶 陳英傑便與姐姐陳乃嘉討論 偽簽妹妹的名字陳玉昕 被抓包因此挨告 陳英傑二審一度改判無罪 發回高院認為陳英傑犯後 有謝則誓詞 認定陳英傑行為判處 三年兩個月 全案定業 陳英傑判刑定業 陳福李春赫接受媒體訪問 也提到兩人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離婚 不過也相當心疼陳英傑的判刑結果 透露他身體狀況欠佳疑似十字 他的前公司鳳凰藝能也發聲回應 這一次判決案歷經多年 目前還沒有收到判決書 家屬在獲得判決書之後 會再與律師商量應對之策 三地新聞 徐家瑋 下方民台北採訪報導